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项目管理课程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正在讲授的是教材第三章第四节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 这是一个单列的标题 在这个标题里面 主重是集中了四大措施这样一个考点 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 技术措施 这四大措施几乎每年都考无一例外 所以是必考无一的考点 在14年和18年的卷面上都有所体现 好 首先我们学基本概念 四种措施 什么叫组织措施 健全组织体系 里面有个组织 编制进度计划 编制计划 请大家注意 你编一个计划 你自然还要审批一个计划 可能你还要调整一个计划 所以编审条 编审条 对于进度计划来讲 编审条都是组织措施 好 还有什么分工 流程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 一支独秀出现了一个什么 会议 那么之前的第一章第二章都没有出现会议 在第三章里面出现了一个会议 会议是什么呢 会议是组织措施 因为会议是组织和协调的重要手段 那么这个呢 不要用我们平时开会的那种 所谓的经验来选它的选项 一定要认真的学书上讲的这几个东西 会议类型 主持人和参与人 会议召开时间 最后一项是会议的文件整理分发和确认 这是我们这一张新学的一个组织措施 新学的一个组织措施 那组织措施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措施 所有其他措施都是以组织措施为基主 基准为为基础的 组织措施我们之前讲 它还不需要你格外的多花钱多花成本 是吧 何乐不为呢 所以我们往往会从组织措施上去考虑 那组织措施最最重要的 大家要记住 组织措施是牢牢抓住一个字 是从人的角度出发 人聚在一块了 那就是一个部门 所以经常有这样的四个词 要求大家脑子里要非常连贯的记住 人 部门 流程 分工 那么在这个地方可以跟他稍微解释一下 人 人多了 在一个办公室里是不是叫部门啊 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单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没水吃了怎么办 要吃水怎么办 那今天派张三 明天派李四 后天派王武 那就有分工 所以这个自然而然从人部门到了分工 那么干活要什么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 像我讲课 要规规矩矩一步一步的讲 那就叫流程 那就叫流程 所以典型的词啊 就记住 人部门分工流程 其实你要老师讲课 讲快的话 老师是非常容易讲快的 只不过就是说 把经济神提出来 这个嘴里面 啪唧啪唧的讲就行了 但是你听得舒服吗 我是不太能理解 同学说慢了 我听得不舒服 应该是快了 我听不清楚 才是听得不舒服 对不对 好 那么请大家注意啊 所以在组织措施中间呢 重要的是再讲一遍 人部门分工流程 而我们新添了什么 编审调计划 对计划来讲 编制审批调整 其实如果我们学得好的同学 马上反应过来 在成本控制里面 成本控制的组织措施里面 其中有一条 编制成本控制计划 这个也是当时也是称成本控制的组织措施 好 但是你不要什么编什么计划都是组织措施 编的资金计划呢 资金需求计划 资金供应计划呢 资源计划呢 那这个资金资源就占上风了 是什么 经济措施 好我们来看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主要是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 这是第一个 惩罚报模式 这是第二个 合同管理 这是第三个 风险管理 小心哦 风险管理是第四个 网络计划 这个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是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千万不要误以为是技术措施 它就是管理措施 那么为什么刚才在风险管理里面 要特地关照你 我讲课的时候 面授课我经常跟同学讲 你这个地方要有被电到的 麻到的那种感觉 踩电门的感觉 因为在第二章成本控制里面 讲对成本目标进行风险分析 风险管理 风险分析 那个是经济措施 而到了咱们这个进度控制的时候 风险管理是什么措施 是管理措施 好 接着咱们来看经济措施 经济措施 有资金 资金 还有应该有激励 其实还应该有个词 叫资源 叫资源 那么资金资源和激励 其实是很顺的 我讲面授课经常会跟我们同学讲一个 小的一个调侃的事情 我说今天是双修 你来听我的课 那么你的孩子缠着你 不让你出门 你跟他哄他是怎么哄 孩子乖 大人晚上回来带哈根达斯给你吃 那就是你用物质 用这个钱来刺激他 来奖励他 让他乖乖的在家听话 跟随老人在家听话 这就是一种经济措施 是不是 你调节他的经济措施 然后孩子缠着你 不愿意放手 你脸一板 一壶说你再缠着 我拿棍子咒你 那咒他那是惩罚 是不是惩罚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面 我们就理解了 激励 实际上就是什么 奖励和惩罚 就是奖励和惩罚 它也是一种什么 经济措施 技术措施 我们有两大类的 要么就是设计类的 要么就是施工类的 所以我们谈方案 谈得比较多这个词 所谓的施工方案 设计方案 讲得比较多 一看到设计方案 施工方案 那毫不犹豫就是技术措施 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说 改变施工方法 还有更重要的是 跟施工机械连起来 但这里一定要提醒同学 是调施工机械 改施工机械 调整施工机械 改动施工机械 请大家注意 一定是调整和改动施工机械 那当然还可以调整和改动建筑材料 所以送大家四个字 叫换机 这都是自己多年的这个 积累啊 换机 换料 换机 换料 换机换料 也是什么 也是技术措施 好 那么 这一瓶呢 就是根据教材整理出来的 其实它整理的是 最最普遍的东西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转弯摸脚的东西 叫嘎腊的东西 这个瓶上并没有出来 他说我们口头跟大家沟通一下 比如说在经济措施里面 大家在看书的时候 细心的要看到一句话 资源条件不具备 资源条件不具备 你该怎么办 那么有同学说 我调资源呀 我加资源 减资源 资源条件不具备呀 错了 错了 资源条件不具备 我们的本能反应 应该是四个字 调整计划 把进度计划给调整一下 这就是一个计较嘎拉的点 这个计较嘎拉的点 不跟你讲一讲 你不注意 书不看细致了 考试的时候 蒙在哪儿 就是蒙在哪儿 好 同样 技术措施里面 也有一个计较嘎拉的点 这个计较嘎拉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 实际有可能做做 做不下去了 施工有可能做做 做不下去了 这个叫实际受阻 施工受阻 两个受阻 受阻不要紧 有谁挡在前面 有技术撑腰挡在前面 所以实际受阻 分析技术原因 技术影响因素 施工受阻 分析什么 分析这个施工技术影响因素 请同学们把我 没在屏上反应的 但是我嘴里讲的 你顺便把第三章的书 特别是我现在讲的 很容易找到 在第三章的 这个 这一章节的最后一页 讲四个措施的最后一页 也是第三章的最后一页上 你去找到这两句话 去把它画下来 体会一下 这就是激交嘎拉点 这也是一个 讲项目管理老师 他的 匠心读运的地方 或者说 超出 一般 讲授的地方 能不能抓得住这种 有 奇幻变化的点 这是非常考验一个老师的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个观点 书上稍微画一画 点一点 好吗 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举例子 下列 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的措施中 属于经济措施的 那像这种题目呢 做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逐一的去排除 因为他问的是经济措施 题目先看清楚 是经济措施 A 信息技术 你一看这个信息技术 马上意识到信息技术是什么 是 管理 是管理措施 是吧 特别特别强调给大家的 信息技术是管理措施 好 B 编制于进度计划 向适应的资源需求计划 你看到的这个资源 马上要反映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 经济措施 因为资金资源激励 是叫它叫G的三大经济措施的关键词 所以答案 单选题答案马上就出来了 稍微分析一下下面的 分析 分析 分析设计方案 对工程进度的影响 优化设计方案 大家看到 说来说去是讲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是什么 是技术措施 因为你做题目一定要有举业反昇的能力 这样的做法将来就保证你 这是一八年的题 保证你一九年就能翻盘翻过来 是吧 好 分析影响工程进度的风险 减少进度失控的风险量 同学们 这个风险 说到这个风险 在管理里面 在进度里面 它是一个管理措施 这样的话 我在这样综合分析 我才敢选定这个B 敢选定这个B 是经济措施 这道题就拿下来了 再看一道题 下列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措施中 属于技术措施的 同学们 图纸审查 工程变更 有同学一看图纸 好像是技术 但是他强调的是 对这个图纸要审查 然后呢 工程要变更 它有什么 一系列的管理的什么 制度 一些的管理制度 所以这个是管理措施 管理措施 然后深化设计 选用对实现目标 有利的设计方案 我看的就是这个设计方案 因此我肯定选它 是技术措施 C 编制于进度计划 像适应的资金 资金一看知道 肯定不是技术措施了 是经济措施 然后优化方案 又是施工方案 我刚才讲了 设计方案 施工方案 你一定要逮着来 合理选用机械设备 大家有看到机械设备 合理选用 调换使用 那么这个就是技术措施 而优化工作之间逻辑关系 缩短持续时间 这个是管理措施 网络计划的问题 所以最后选择答案是 B和D 这道题目问的是 技术措施 好再看一个 建设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措施中 定义项目进度计划系统 少了一个字 进度计划系统的组成 属于什么措施 那么系统组成 那应该是组织措施 那么我们再来讨论一边 组织措施会议流程 人部门分工会议流程 管理措施 管理方法 管理手段 什么惩罚包 什么采购 什么风险管理 什么网络计划 什么信息技术 这些都要靠平时 接累和备的 经济措施 资金资源 还有什么 建立 技术措施 像前面的设计方案 施工方案 改变什么 改换什么 改换 机械改换材料 这是 这个所谓的技术措施 所以这道题 答案应该是选C 因为他问的是 这个进度计划系统的 定义 相当于是 把这个进度计划系统 给 确定下来 所以 答案是C 好 看另题是 这是一道中述题 关于介绍工程项目 进度控制措施的说法 准确的有 A 对工程项目的 进度开展风险管理 是经济措施 风险管理 和经济措施 不搭调 风险管理 应该是什么措施 应该是管理措施 好 B 各类进度计划的 编 审 批 看到吧 编制审批 编审批 组织措施 这确实刚才跟大家讲 编审批 是组织措施 编审批 是组织措施 好 C 进度控制会议 会议 和技术不搭调 会议和技术不搭调 会议是组织措施 好 D 进度控制的管理措施 跟管理思想方法手段 惩罚包模式有关 这个对 这是管理措施的几个典型选项 好 应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和管理措施 这个是挺般配的 挺对言挺般配的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道题目最后的答案是 B第一 好 再看一道题 项目进度控制时 进度控制会议的组织设计 会议的类型有 主持人参与人有 时间有 文件整理有 就是没有具体流程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不要自说自话的去写 所以这道题目答案应该选 B C 第一 好 我们有必要把这一小节 做个最简单的整理 就这一节讲的是 进度控制的四大措施 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 技术措施 管理措施 主要集中在思想方法手段 惩罚包模式 合同方面 索赔方面 风险管理方面 网络计划方面 信息系统 这个应用方面 信息技术 比如互联网等等 这些方面 这是最典型 最难学的是管理措施 好学的是 组织措施 跟一个字有关 人 有着人 多了以后 就是部门 就是组织 机构 然后呢 人呢 要有分工 要有流程 同时呢 我们编制计划 我们审批计划 甚至我们调整计划 这些都是组织措施 而经济措施 也是最好学的 资金 资源 以及什么 以及激励 这三个词 你抓在手上就行了 那么技术措施呢 特别强调 换机 换料 这个比较 换机械 换材料 选方法 选方案 设计 施工 设计方案 施工方案 那么这就是 从这一屏上 概括的 总结 这个四项措施 我们怎么去学 通过大量的 这种立体 去模拟 去选择 慢慢慢慢地 根深蒂固 一看到 基本上 能把四种措施 选得非常到位 而这个是 净得分的 一节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 学习过程中 有些内容 学过了以后 是替你涨分的 而这一节 就是替你涨分的 你一定要把这个 分数给拿好 好 谢谢大家 那么这一节 讲完 是第三章的 第四节 讲完 也预示着 第三章 我们结束了 希望大家抓住 前期时间 认认真真的 把已经上线的 第一 第二 第三章的内容 认认真真的看 不要着急 不要吹 课件 视频的进度 因为我们得 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的 给大家服务好 请你放心 一定在你 合理合适的 这个时间范围里面 我们把课件 我把课讲出来 机构把这个课件 给剪出来 制作出来 让你能够 按照 近学习的进度 保证你 不至于耽误你 学习的进度 来进行完成 谢谢大家 请大家一定格外的 要支持和这个配合 请大家要多多的 谅解和支持 谢谢大家